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进行美丽乡村改造时 坚持不挖山 不填堂 不砍树 最大程度的保留村庄历史风貌 按照一院一主题 一房一文化 一店一特色的思路 盘活闲置民居 复活老旧村庄 传承优秀农耕文明 真正做到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今日的大湾 青山绿水环村落 古朴乡村倩田园 村庄环境整洁干净 设施配套完善 住房宽敞舒适 处处洋溢着 宜然自得 和谐幸福的生活气息 田铺大湾已成为大别山里 一个充满动力 富有活力 极具魅力的幸福山村 大湾村民联合成立合作社 将各户的闲置房屋 土地 资金等整合起来 与专业的旅游公司合作共同经营 最大程度发挥合作社的资源优势 和公司的品牌经营优势 目前已发展创客小店23家 培育特色民宿21家 农家乐14家 形成了休闲旅游 观光体验 农家乐餐饮 特色民宿等多种业态 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就业 生活品质和精神面貌得到大幅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明显增强 乡村振兴要塑形 更要助魂 积极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 和农民趣味运动会 开展最美田铺人行选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 虹城文艺青旗兵 送文化进景区巡演文化活动 积极对外宣传 欲难吸引戏 民间舞师 地灯戏 竹编及传统纺织手工艺 联合专专业团队开发一批 独具大湾特色的文创产品 山水田团队 景观小品点缀 民俗特色交融 生态丽业跟进的产业发展模式 推动田铺大湾 驶入乡村振兴的快车道